人在歷史當中 古往今來 是怎麼去發展出 讓人類做得更好的方法 那旅行的時候 我喜歡用我的感官去感受 所有的氣氛氛圍 那你可以重新啟發你的創造力 東方的藝術所追求的一些表現 其實它是含蓄的 它只給內行人看 自我的修煉是從藝術文化這一方面 其實是受到一種傳承的影響 它可以超越時空 超越國界 古代跟現代的一種衝突性 再調和出來的一種美感 穩然天成的一個過程 我們也很希望在建築當中 能夠有這種表達 靈聽它天時地理跟人文的一些訊息 如同一個跳板一樣 它能夠引爆把你提升到更高的境界 靈體的一種美感 可覺我覺得是一個眼光 跟你的生活息息相關 我們把樹跟水池移到陽台來 其實是一個觸美 陽光水波是有生命的動態的 是動的東西 利用周遭的光影 周遭的所有的環境來塑造出讓空間更有感情 好像調味料一樣 我們加進去一些東西以後 這些東西反過來 它會刺激你的生活 從小到現在的一些記憶把它搏動起來 自然的東西跟人是非常的融洽 你可以想像你家裡永遠都有度假的感受 因為那種波框 那種樹影 照照你的客廳 照你的臥房 這種生命的表現 都是藉著生活的點點滴滴 散播出來 一切真實的東西都是美的 人所造的東西 不管建築的設計、空間 所有做的設計 都是去抓住那個美的精神 是一種感動 有時候極美只有一個瞬間 大自然怎麼像倒翻了一個彩色盤一樣 好美好美 我們的責任是凝固它 幾乎永恆的這樣去凝固它 這是我們的責任 空間設計呢 事實上是你的一個生活的設計 居住的空間是很長久的 一直讓你的心情可以做很適當的調適 我們設計一個房子能夠超越他們的期盼 因為你曉得他們想什麼 你才能超越它 他期待的生活跟幸福 可以用什麼的空間能達成 讓我們的下一代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常常看到為什麼藝術家能夠那麼靈活 那麼有生命力的掌握生命 那這個是我很羨慕的 人生貴在世異 你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很自然很平淡的去追逐你這個人生 人類跟家這種事情 只要人存在它就不斷的延續 我相信也希望這種幸福感 這種愛是可以永恆的流傳 人生貴在世畑 人生貴在世略 人生貴在世異 感谢观看